受到天气异常的影响 今年的樱花花矿似乎不太好 不过在瑞芳区吉庆国小里 种了十几年的两棵山樱花树 倒是开得特别美 学校局员也说 今年花期虽然晚了 但还是充满实情花意 春暖花开 现在正值赏花期 各地也纷纷有樱花盛开 不过受到暖冬的气候影响 花矿似乎都不大好 加上东北季风盛行 雨下得多 很多樱花才刚开 就被雨打落一地 冬的关系 那很多花花絮都乱掉了 那像在我们吉安里的一些山樱花 它本来大概在国立的11月底 或12月就会开 那到现在我们在吉庆国小这边的 是过完年之后才开 吉安里长表示 里内其实种了不少樱花树 但不少樱花树在去年 都因为台风而枯死 其他开的也很零星 不过吉庆国小内已经十几年的两棵櫻花树 虽然晚开 但开得挺美的 现在就这两棵 对啊 开得很棒 每年都开得很漂亮 还好这两棵的花矿开得还不错 但是这几天下雨就有掉到大概掉了二分之一了 那像在我们基隆河边那边的今年开的情况就不是很好 那我们吉安里除了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是在我们 就是消防队往那个我们大概十五十六林的地方也有好几棵山樱花 而吉庆国小职员也表示在校内服务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 每年都可以看到这两棵山樱花盛开 虽然淫雨绵绵的但还颇实情化意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